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画脚背 先画出轮廓 您可以看到脚尖稍微向右偏 这表示我们画的是左脚 右脚的脚尖会稍稍向左偏 在这个位置画个圆圈 当做脚踝 画两条线当做小腿 然后像这样把整个脚分成三个相等的部分 标记出关节和脚的主要部分 在这里画一个圆 在这里再画一个小一点的圆 把它们分别标记为A、B和C 它们是三块骨头 对于画出脚部的立体感十分重要 像这样画两条线用来标记脚趾的关节 在A和B的下面画另一条线 标记出脚的上三分之一处 在C的上面也画一条线 标记出下三分之一处 接下来把上面的两条线分成五个部分 注意 拇指是最大的 然后像这样画出脚趾的形状 脚趾的长度和宽度都不相同 而且因缘而异 重新画一下隔开脚趾的线条 像这样 而且要把尾端描黑 以区分每一只脚趾 接下来画指甲 脚趾甲的形状同样也因人而异 不过通常来说 脚趾甲占指关节以上部分的三分之二 脚趾下的指甲要轻轻地画 擦掉多余的线条 然后完成剩下的部分 您可以看到 在A B C的地方有一个凸起 所以当我们画正面的脚的时候 画好这三个位置非常重要 在A B C的地方有一个凸起 在A B C的地方有一个凸起 在A B C的地方有一个凸起